這個大月的時候旅程是32萬 為什麼現在跑18萬 比如說我有跟大哥講 我說旅程不準 對 以前就是32萬 我有講過 那你自己可以調 我叫人家調他 基本上 他就把你當作白癡手 為什麼要查交通間的價值 你看他是不是騙你 跑18萬 剛剛問他怎麼調的 喔 他請人調的 我跟你講啦 99.999999 只有車漢會調表 那要叫車漢調表太容易 調那個1000塊而已 跑32萬 一般放在網路上誰願意 大家好 我們是捷運汽車 有沒有看到我包的跟犯罪一樣 有沒有 因為我們今天要來做一件 很有意義的事情 秘密行動 二手車嘛 那它也牽扯的 有事顧 沒事顧 底辰不準 那有價差就是什麼 就是很有可能會被騙 我們都知道 市場上有一種叫什麼 自售車 自己賣的車子 可不可以買自售車 絕對可以的 那自售車有沒有便宜的 也絕對有 只是呢 自售車它這個範疇 就有點點什麼你知道嗎 你要比一般人更懂車 更小心 你才可以買到一個 撿到便宜 就像我買房子嘛對不對 你自己去找 自己要賣的 可能可以買到便宜 可能 但也有可能 屋主他要賣一個天價 你反而買到更貴 我們今天就來教你 詳細的記錄 自售車的現金 而且自售有很多 都是車行來下班 為什麼 他知道大家不喜歡中午車行 覺得中午上會騙你 覺得自售不會騙你 我告訴你 這個大概 自售裡面有百分之 60到80 都是車行 我們今天隨機找一次台車 我們來詳細的記錄 實境的帶給你看 到底會遇到什麼狀況 以及怎麼避免 慘了 我們已經看了 先做好功課了 第一台呢 它是2011年的馬五 如果2011年的馬五 我們自己車行在收購 好20萬 21萬的話 大概也要收到8到10萬 那也就是說 它賣的價格 跟我們的收購價差不多 再次跟大家強調 你真的撿得到便宜嗎 我覺得不一定 我們自己來看 通常越便宜的車子 都特別越有限制 那我們等一下來記錄 看看三大項目嘛 版線是不是更換 就是底層是不是調過了 假裝是自首的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這種東西 你來你捷運騎車買 里程如果不準 我告訴你 我們原價退 哎呀也不用來這招啦 直接講啦 我們那麼在乎我們的商譽 我們敢賣里程不準的嗎 你隨便Mobile01丟一個 捷運騎車賣里程不準 那不是萬人觀看對不對 所以呢 你可以求助得到地方的 那就遇到這件事情是很低的 可是呢 自送就不一樣了 我今天買到 我回去發現里程不準 怎麼辦 我回去找他 他關機就好 換你的手機就好 你仔細看喔 他們的手機喔 通常都是新申請的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講 以前我們會用Whosecode去查 他的電話是不是車廂電話 那現在他們都用就是 可以一直換電話 那就查不到 再來呢 切記 不管什麼話術 你買自售車 我建議大家 你一定要買他的行照名 跟他現在來帶你看車的那個人 是一模一樣的 為什麼 我賣我自己的車嘛 你自己想螢幕前的觀眾 我的車 我給客人估50萬 我不甘心 我想要賣60萬 可以的 合理的 車子的名字 要嘛就是你自己 要嘛就是你老婆嘛 只有這兩個可能性嘛 這占90%嘛 等一下我們會去看 他們都會有很多話術 我猜啦 這個是我朋友的 什麼什麼 阿諾 阿諾 都阿諾 只要不是來看車那個本人 或者是他老婆 或者他媽媽 這我都接受 你懂嗎 就是這三個範疇嘛 因為我們自己的車 會買在誰的名下 自己的名下 老婆的名下 媽媽的名下 爸爸的名下 家人的名下 如此而已嘛 其他的都是騙嘛 你的車子會都沒有過戶 然後買在好朋友的名下嗎 開兩年嗎 不可能 這都是騙人的 好 我們接下來來詳細記錄 他會怎麼做 哥哥哥哥 你一定會緊張啊 他會緊張啊 哈囉王先生 這可以去看看 你買新車到現在嗎 新車到現在 那王 新車 我家裡的人 對 那你輪胎怎麼都換的 應該是去年吧 我哥這個比較熟啦 所以 所以我請他來看 我來 我來 你車 這沒有問題 早上來看也好 對啊 別人買的 安心嘛 嗯 然後使用手冊也有 你要賣多少錢 我這個上面那個價錢 13萬吧 11萬可以嗎 11萬不行 13萬搭真的 我冷氣就修了快2萬 快5 冷氣 後面的那個 輪殼也 換過 然後他那個 這個車 動力棒會漏油 嗯 也都修過了 嗯 因為他的通病 動力棒是 什麼 通向盤的那個 放 這個不是什麼 這個不是車行 車行不會賣 一下子 不算是車行 你看的 買的是車子啊 呵呵 他旅程數是保證的哦 保證的哦 這個也換過了 他的通病是 會漏油 這都修過了 發電機 也換過 嗯 所以其實換過的話 後續你接手的話 就沒有這個問題 嗯 冷氣還有保護啊 冷氣是去那個 耐滴秀的 你去年換 看多少錢啊 16幀的 4千 1.49塊塊 那你大概稍微貴一點 我這批 20萬8年金 所以今天就販到 我強制寫 你自己貼 今年這個金 你三千塊而已 就 十七 只有四個月 四個月 六千塊 哦 六千塊 我這個陸續開 又換了 就是冷氣 後面明天 它會有 噢 那個噪音啊 動的那個聲音啊 原本以為是零排 零排換了以後 就還是有聲音 車場坐那是 那個 換了就沒聲音 然後 我第一批 動力棒 所以這些 如果說你接其他二手車 他沒換過 其實差不多 都要再花錢 那這個是 大概 該花的重要的東西 就花完 扣掉那些東西 我的車賣不到四萬 落步的話就是強制寫 好險 不是 在另外一家 嗯 只有嗎 好力量 好 好 那我們在保持聯絡 好 謝謝 不好意思 謝謝 繼續啊 這不知道去哪裡 噔噔噔 噔噔噔噔 噔噔 你要追得到啊 你這樣怎麼追得到 你280匹耶 啊這個是不是 從這邊過去 應該是 哦 姐姐你把他跟丟 我又揍你哦 我轉我轉我轉 我猜他應該是左邊車上 相信我 欸那邊那邊 那邊那邊 自帶那個 噔噔噔 噔噔噔 噔噔 怎麼又不見了 啊 挺合體啊 這種 跑單班會挺合體 有可能哦 這個是那個呢 哪個 剛剛那邊有一間車業啊 真的嗎 真的 不在這邊嗎 剛旁邊有個合體啊 慢慢進來 好慢慢進來 好刺激哦 好好玩哦 這集好好玩哦 還是我們每個天拍一集 自購車陷阱 這個有一個車 真的嗎 它是車業嗎 車人嗎 這明明是高爾夫球場 車業 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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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 你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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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停過一次 哈哈哈哈 會不會回去 不會 它能怎樣 你這個 Super空兵耶 欸 他下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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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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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個車業打馬賽克哦 這是我哥哥 阿他來幫我們看 後面還有人看嗎 阿...還有兩個 哥哥你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這個家子不會 那...為什麼他剛過戶 就是...那個...我... 就是算我大兵了 他之前就是跟我妹借錢 我扛不出來 你戴著就對了 他是幾月出場 一年十二月 我那天出個就是這個搭搭搭 我已經不管他說那個什麼 這個搭的時候這個會...這個會震動 這個壞掉了是不是 對啊這個還沒修 好謝謝 好啦剛剛那個PASA我做一個總結 第一點他這個客戶我的推測啦 應該不是車廠跟第一個是不一樣的 那但是他有跟我們說 這個車子是別人欠錢抵債的 那抵債其實大家要很小心 為什麼呢 我剛剛有看到他的車牌 他是沒有更換過 那你既然是這個車子的原車主 他是有債務糾紛的 那你可能 大概用你買回去 一定要再把這個牌絞銷從領 這是我的建議啊 而且這個雖然可以過戶 在銀行系統裡面是沒有問題 但難保他會去當鋪借錢 或跟別人借錢 所以這個部分就會需要比較小心 那我們剛剛看了一下 他這個車礦呢 車子是沒有撞過 我們有一說一 但車礦其實顧得比較糟糕一點點 第一個就是大概外觀 大概還要烤七三到五個地方 然後他前面引擎的電磁閥跟碳光要換 那個大概要花五千塊 然後後面的這個後行李箱拉鎖壞掉了 這個也大概要五千到八千 包含外觀 這台車子只要修理兩萬塊 而他要賣的價錢18萬9 也高於市場行情 這個車子呢 我們自己在店裡賣 大概是賣17萬9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優惠 大概成交是在15到16萬之間 你在想嘛 如果他又要花2萬塊維修的話 那是不是就是15、6萬 再減2萬是13萬 那還有一個東西喔 你跟這個自售買 他是沒有保固的 那我們賣是有三大系統的保固 那我們自己在算啦 其實保固我們公司計算的 攤提下來的費用 這台車大概是要花到8千到1萬塊 那也就是說這台車子 其實你來自售跟他買 你買11萬12萬 其實還是買貴的 因為你要想一下其他的附加價值 包含保固 包含需要維修的部分 至少這一個是真正的自首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再開去看第三台車 這是我的 嘿 你好 您知道可以先我看一下 可以啊 主要要看這個頭也不嚴重 他說 上下水箱支架嗎 都沒有怎麼樣啊 這個引擎蓋葉子板 前面就是剛換掉的 全部都新的 你沒看很新 這都有換過 主要的結構大樑那些都沒有上 這有鑑定過 也可以開認證書 就是板件 板件有換 就是有跟你講 就是吐到他就整個換 而且我原廠做的 很單純 就是他貨車把骨輪 卡掉 卡掉 卡掉的出保險 保險出的 他就換新車了 他剛剛也想說 年紀大了就是把它換掉 那就我老婆他大舊 他就在宜蘭 他知道我在用車子 他 你有牽取這樣 這個大躍的時候 旅程是32 會不會現在好發嗎 有我有跟大哥講 我說旅程不準 對以前就32 我有講過 對 那你自己可以挑 我叫人家挑的 我一開始有跟大哥講 我有跟你講算是幾萬 沒關係 那我大概就回去跟他講 那個鑑定的狀況 然後他就跟你聯絡 可以啊可以啊 你們要開開看嗎 因為剛好來了 他要不要去繞一繞 不要不要 沒關係 看前面 你要確定車體 因為 車體比較重要 好 車體那個 我就說已經有了 因為 原則上是沒什麼問題 就錶頭比較多 對對對 其他我開我都覺得OK 冷氣變速箱那些都OK 那我就回去 研究 對對對 打擾囉 謝謝謝謝 好啦 以後來買自售車 哪來自售 都是車行來騙你的 為什麼他這麼幹你知道嗎 因為呢 在小小的花園裡面 挖呀挖呀挖 把他挖出來對不對 基本上 他就把你當做白癡手 為什麼要查 交通界的價值嗎 你看他是不是騙你 跑18萬 剛剛問他怎麼調的 喔他請人調的 我跟你講啦 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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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車行會調表 那要叫車行調表太容易 調那個1000塊而已 那跑32萬 一般放在網路上 誰願意買 那跑32萬 錢沒有撞到 你知道他這個車子 收多少錢嗎 鐵鐵他賣多少錢 28 他賣28 對啊 這個車子行情 各位數啦 跑32萬 5萬6萬7萬隨便買啦 基本上是我們是不收的 那如果收8萬 賣28萬賺多少 20萬 獲利比多少 3倍 所以沙頭的生意有人做 培底的生意沒人做 他就是騙了 後面是真的沒撞 這照他他講的 前面呢 RAV4的水漢之下是三段的 他中間有換 葉子板兩個有換 引擎蓋有換 為什麼認證書可以出呢 因為他都是 在safe的認證裡面是 就是切焊的不行 但是他前面那個水漢架可以轉開 鎖上去 拿下來的 這個他認證就會顧 你說前面有很嚴重嗎 沒有 沒有很嚴重 可是呢 前面撞到跑32萬 里程不準 他擺明就是來騙你的 這就是自售車的陷阱啊 能不能買自售車 絕可以 但是呢 你要買真的自售車 我們大概都知道啦 市場上 100台自售車裡面 大概有80台都是 車商去假扮的 那他為什麼這麼做 為什麼 就是有瑕疵嘛 就是想要騙你嘛 什麼叫車商 什麼叫個人 他也可以說他是個人 他也可以過到他的名下 假裝騙你說 我就是個人嘛 對不對 這都是很多的方法啊 你如果用個人的名義跟他買 你只要去建立所過戶完 錢給了他以後 你遇到什麼問題 他絕對不會理你 所以這自售車的水 比任何東西都還要深 這一集就是一個勸勢文 田田你沒有想到會有這種結局對不對 沒有 喔對不對 因為一半一半 因為一半一半是不是 其實我早就知道了 就是 這個社會嘛 假假真真真假假 你如果要買這種高價的商品 還是 要自己有足夠的專業技術 你如果怕被騙的話 田田 我們來出一個 你有沒有看阿慈有那個 幫人家鑑定的服務對不對 我們也弄一個好不好 可以啊 可以是不是 那我們回公司 告訴你我會怎麼做